所以一本播出都是兩年前的事情了 沒想到還能出一個外傳 雖然說不太正經 大哥怎麼能不抓住這個機會出本大叔呢 而且主角是林花和大舅哥 那肯定得出一個能連動他們劍的大叔 所以我沒忍住 買了 DX燕銳劍狼燕 對不起老師我沒有買你的腰帶 有一說一賣家是拿著盒子去打仗了嗎 怎麼爛成這樣 DX燕銳所以沒有玩法介紹配了一個很帥的圖 說明書也是一股被虐待的樣子 兩張兩種語言還挺驚喜的 日語中文 還沒有台詞配這張說明書感覺沒什麼意義 這本小書隨便拿一本吧 兩本外型上還是有差別的 很明顯是新規零件 而且這裡是金色 這裡是黑色 背面幾乎完全一樣 除了這個是金色的 被吐槽最狠的二維碼還是一樣有的 也只有書上這些文字有區別 這一頁也是一樣的 就是一把小匕首啦 我的手掌不算大 這樣還能握住挺不錯的 整體塗裝還是型的 但這背面就受不過去了吧 而且這裡只塗一半是什麼意思啊 接著錄視頻 我就沒有翻譯這個文字 拿個大佬去翻譯一下 起碼這些細節還是有的 他沒給你省掉也只能說他有良心 但這不塗裝嗎 還有這個我不知道 什麼部位這裡的死亡偷膠啊 騎士的標誌還是不錯的 外殼爛成那個樣子 這裡的滑痕不多 我只能說挺欣慰的 介紹一下主要按鍵啊 解鎖 放機能用的 還有一個很有個性的扳機 不知道是不是方便這樣扣動 磁心旺翔的把它放進去 根本插不進去好不好 也一樣 這個就是觸發待機音效的 應該大部分人都是為了帶機音效和那個女配音去買的吧 應該大部分人都是為了帶機音效和那個女配音去買的吧 簡單的切換一下模式 這個就是那個Wonder Rider的那個模式 普通模式 變身吧 這個努力的軍艦 這個努力的軍艦 幻想的一節 這個努力的軍艦 幻想的一節 這個 meio不一樣的VSA 這個也是真的很好看 這個舞蹈是真的一節 變身之後攻擊音效不變 這個也是真的很好看 還是能照樣切換模式的 主要就是為了聽一會不一樣的VSA 一会再演示 按一下这个普通必杀 按两次 补充模式之后一个必杀 没了 按模式吧 喝绿水时长我就拿两本书吧 一本DX一本扭蛋 扭蛋 没有变化 接着有点水 按下去 笔杀 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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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的一刀 总的只有8种音效还没有台词 其实蛮亏的 但是我148拿到 我其实蛮欣喜的 肯定还能往下再跌的 如果那个外转出来 有新的大叔能联动 可能还会涨吧 只能说喜欢就入手 看起来还蛮便宜的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吧